现在要广交朋友 成香袋 到将来总有回报的 是啊 我更觉得 这个朋友是交对 老板 那李小红说 拍戏的成本不少于六十万 六十万啊 还有啊 他还有有修改剧本的权利 他当我们香港是什么 是好莱坞啊 我倒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你把你手里的那个 唐山大兄 先押一押 为什么 你怎么就不明白 老板就是想等等 李小龙的当亲嘛 这个唐山大兄 绝不能随随便便地拍了 要不然 就不拍打戏 要打 就要打出 家河的一片新天地露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坚决同意 可是 你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参加 我们香港的拍戏 好了 这个事 就这么定了 好笑的女人 太高兴了 李先生 李好 李先生 李好 你给我吧 好 好 那你快 快上车吧 我们都已经急了 走不行 可坐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小龙 这次你能顺利归来真是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我带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小龙 你知道我为什么亲自来机场接你吗 当然知道 不就是因为你说的那副清风霞吗 这个事情想明白了也没什么 我并没有责怪交致的意思 我是讨厌好莱坞的作法 特别是那个威廉老板 这个家伙一直在划我 你看他也是受害者 抛开这些不谈 我这次找你主要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部戏 非以莫熟 交致先生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一朝被蛇咬十年叛景神 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最好不要再和我谈什么好莱坞 我已经被好莱坞的老板们坑够了 这是合约 你要是没有什么隐意 立即就可以签字成效 这回是动真的了 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合约 怕小龙这家伙不再相信我 您说的对 这回不用担心了 所以我早就把合约准备好了 是没有办法 不中国的通知 拿出来 要是怎么做 出错的 就不能写 看什么 arri 我们可以做的 看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想着 那是做什么 我要做做的 变变的站着签字 如果那样的话 我怕把自己的大名给写歪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